进入周三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市场最新的资讯 中国的股市表现是非常的抢眼 在星期三的时候 收在了200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也是7年以来的最好水平 散户的资金不断的涌入股市 而这一轮牛市似乎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市场的各界期待 中国政府会有更多的一些刺激政策将要出台 欧洲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2月份的意大利的零售数据 环比下滑了0.2% 这个数据是让市场失望的 之前是预计会有小幅度的攀升 另外公布的就是刚刚来自于欧盟的 最新4月份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的预估值 不但没有攀升反而下降到了负的4.7 美国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 2月份的FHFA的房价的指数 环比增长了0.7%是好于预计的 另外刚刚公布的二手房的销售数据 也是可喜的 环比增长了6.1% 达到了519万户 再来关注一下 美元的走势现在是涨跌互建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降到了1.0723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是攀升到了1.5038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则是上涨到了119.89 那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 是澳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了0.7760 保持在支撑线0.77之上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 如果支撑线能够稳固的话 未来的比价可能首先上涨到 0.7845之后上升到0.7890 当然如果整个的比价 再次下滑并且跌破0.77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到到0.7650之后 向上到0.7605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 在进入周三以后的交易 现在是承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是下跌到了 每盎司1189.10美元 那黄金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之前的首个目标 价格每盎司1191美元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现在的价格已经跌破了 之前的20天的均线 相对强弱指标 RSI的走势也是向下的 并且保持在中区以下的位置 如果价格一直是保持在 每盎司12005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未来会首先滑落到 每盎司1188.50美元之后 向上到每盎司1184美元 如果价格再次反弹 并且突破了每盎司12005美元的话 还是有望能上升到 每盎司12009美元之后 上涨到每盎司1212.50美元的 就再来关注一下 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是下滑到了每盎司 15.89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垂银三轴财经电视